近日,今年高校毕业生909万创历史新高成了热议话题 二个多月后,这些毕业生就将走进社会寻找工作 最难救业绩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然而,多地招工难用工荒现象仍在持续 据央视财经报道,在很多制造业发达地区 有的企业为了留住一线工人 只能采取不断掌心策略 还有的甚至将稳定员工写进了企业战略 即便如此,依然有很多工厂陷入用工荒的窘境 广州某公司员工表示 三月底由于广州降温一直没有招到员工 反倒是有一位阿姨说要辞职 原因是跟领导性格不合 浙江慈禧市一企业负责任人表示 今年增加15%至20%的工资 现在的年轻人,招的技工有可能出到每月15000元 但不见得能招到 浙江宁波一企业副总经理表示 今年整个一线员工的福利上浮36%左右 一线员工月薪在6500元至7000元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表示 中国人现在不要编故事 自己说没有增长会失业 是企业招不到人 福耀这样的企业招工都有困难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中国企业能在招什么呢 那么工厂为什么招不到人呢 如今工厂工人主要以90后 00后年轻人为主 他们生长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 生活条件合受教育程度 普遍比前辈更高 思想更自由 活得更自我 不愿意待在活多钱少的工厂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稳息